本期节目 所莱尔补射破门 贝尔纳特小角度射门打进 最终巴黎圣日尔曼3比1击败沙特鲁 巴黎圣日尔曼在缺少梅西 姆巴佩和内玛尔的情况下 依然淘汰对手杀入下一轮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巴黎圣日尔曼就创造出机会 埃基蒂克在禁区右侧倒地铲射 结果门将用脚把球挡了出去 化解险情 第12分钟巴黎圣日尔曼进球了 伊斯梅尔比加尔比在禁区湖顶处送出直塞球 埃基蒂克前叉直接推射球进了 这次配合非常漂亮 巴黎圣日尔曼取得梦幻般的开局 第23分钟 穆杰莱在禁区内胸部停球后低射圆角踢偏了 随后 沙特鲁也创造出非常好的机会 幸好维帝尼亚反铲封堵了对手的射门 否则分分钟丢球 第27分钟 加尔比在禁区内凌空暴射 门将注意力非常集中 把球扑了出去 7分钟后 巴黎圣日尔曼获得禁区外的任意球机会 索莱尔主罚 他直接射门 没有踢上力量 角度也不刁钻 门将轻松把球没收 第36分钟 沙特鲁搬平比分了 诺兰比鲁在禁区内送出道三角回传球 安托拉直接低射 皮球被挡了一下 发生折射钻入球门 主场球迷狂欢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5分钟后 诺兰比鲁禁区左侧转身抽射圆角 踢偏了 半场结束 双方踢成一比一平手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47分钟 傅达在禁区左侧零角度抽射 纳瓦斯单掌把球拖出横梁 这次射门非常出其不易 幸好纳瓦斯反应够快 第56分钟 诺兰比鲁门前包抄射门 被身前的防守球员挡了出去 8分钟后 巴黎圣日尔曼进行换人调整 拉莫斯和鲁伊斯替补上场 比夏尔和加尔比被换下 第66分钟 鲁伊斯外围低射 踢得太正 门将没有移动就把球稳稳抱住 4分钟后 沙特鲁也进行换人 苏努和奥桑特替补上场 第77分钟 巴黎圣日尔曼再次取得进球 索莱尔在门前补射打进 这例进球让加尔迪哀松了一口气 补食阶段 贝尔纳特进区左侧小角度抽射 球又进了 这例进球彻底杀死了比赛 最终 巴黎圣日尔曼3比1击败沙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